张辽 自文远 也自八百 号辽神 在不久的将来 他会成为孙权一生的梦人 成为一道让提子师生的合肥之壁 以五子两将之首的身份载入史册 在到达那个高度之前 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 带着外姓 详将的身份标签 究竟怎样才可以获得曹操的信任 他跟过的老板比吕布还多 可惜他不系老板 老板却一个个离他而去 他不惑之年终于民主 可惜民主既会为财逝取 也会生性多疑 作为众多外姓响讲中的一员 他还不知何日可以出头 大哥好 俺是三弟 现在是三国制战略版的小编 欢迎来到三国百将录 都第十集了 大哥们 点个关注吧 张辽在影视作品中 一般都是以求然大汉的形象出场 但要我说 对 也不对 这个张辽面向稍老 唐僧客串的这个形象还差不多 清亮白镜还略带古人 避意不可少的胡须 根据史料推算 张辽出生于建宁二年 他的第一任老板丁元 在延洗二年 才坐上兵州刺史 算下来 张辽被征召的时候 最多也只有十几岁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 张辽历经合进董卓吕布 再加上前面的丁元 一共四个老板 比大家常说的三姓加奴吕布 还多出去一个 有人就说了 不对呀 张辽换老板的时候 可没有卖主求荣 确实 张辽的每一次换老板 都可以算是情有可原 被丁元拍往洛阳 响应何进的号召 而何进也似乎对这个年轻人挺满意 便安排张辽到河北募兵 正当张辽带着招募到的千余人回京 准备跟着何进大展拳脚的时候 何进自己听了袁绍的忽悠 把自己弯没了 被董卓捡了个大便宜 张辽也在此时归属了董卓麾 但是原属于兵州军事集团的张辽 并不被董卓的梁州军事集团所信任 甚至受到了相当的排挤 正当张辽自觉郁郁不得志的时候 同属兵州军事集团的小老乡 吕布站了出来 在朝廷当堂大笑 嘎了董卓 又把张辽收拢到自己的麾下 这些过往经历 你知道我知道 但从当时的曹操视角来看 可能就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了 在曹操眼中 他只知道几件事 一 这个人的出身和吕布太相 一样是兵州边地出身 被定员送到洛阳 吕布带来的恐怖依然历历在目 二 这人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 吕布死后 他是带着私家部队投到自己麾下的 甚至之前董卓死后 他也是带着自己的部队 胡道律不归下 也惯了 怕是不好管 三 这人履历太丰富了 既然三年的他只有三十岁 三十八岁的天下英雄刘备 还在我这里打黑功呢 而这个人 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接触到引发天下动乱的中枢 跟随过臭名昭著的反贼 目前的官职 按三国志记载是鲁国相 按英雄记记载是北帝太守 都是两千十的高官 这三点啊 决定了曹操可以接受张辽的投降 但说他重用嘛 不着急 先放一放 说到底呀 曹操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倒不是说他会猜忌 被刺自己的部下 但是除了朱曹夏侯之外的人 很难进入他的决策核心 外星将领在行动时 也会互相安排一个基本的制吼 张辽比至朱灵如何 朱灵更早投到曹操军中 资历更老 甚至在后世也被列入所谓五子梁将的那一传里面 但是咱们曹老板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三国志上说 长恨朱灵 最后还夺了人家兵权 张辽现在拿到的 中狼将往上差一步到将军 关内侯差一步是有封地的裂后 进步空间已经留下了 要得到曹操的信任 还是需要更多的证明自己啊 幸好张辽也还可以等 他现在才三十岁 吕布动乱落下帷幕之后 曹操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 上帝视角来看啊 第一个是造成了曹操对眼周士族的不信任 影响了后续重用如影士族 还有迁都许都 第二个就是曹操对骑兵战术的浓厚兴趣 从此开始迸发 吕布军那种以骑兵决胜的战术打法 印象尤为深刻 在最阵吕布的浦阳之战中 吕布就喜欢见面啥也不说 先来一波骑兵冲击 曹操此时军队的基本构成青州兵 前身是黄金军 再前身是汉末流离失所的百姓 农民遇上高头大马的冲击力啊 几乎毫无抵抗力 很快就溃散 引起阵型大乱 兵败陷于火海 也正是在和吕布交战之后 曹操着手建立了 驰名天下的普告旗 开始频繁使用骑兵战术 建安五年 关渡之战打响 袁绍浅炎梁 郭图 淳于琼 领军直取白马 以侧应援军主力大部队渡河南下 白马告急 时任东郡太守刘延 向曹操求援 针对此情况 曹操的谋士寻忧建议 先杨庄在严京渡河 假意袭击援军后访 又是袁绍分兵救援 在轻骑集行 奔袭白马 在确认郭图和淳于琼 吸取严京之后 曹操大火一声 便引一队骑兵 向白马集行 在曹军部队 逼近到白马十余里时 炎梁才发现了曹军 敌人猝不及防 军阵不整 正是冲阵突袭的最好条件 这冲阵的任务 就落到了张辽 以及关羽的身上 这对前灯搭档的身份 很奇妙 关于一次性武将 人家明说 报了恩就马上走 张辽是心想武将 效果如何 急待检验 此时寻忧所规划的 局部已多打扫局面 已经形成 让关张二人 实践骑兵冲阵 斩首战术 胜了固然可喜可贺 效果不好 一来舍了这两个人 与曹营无关痛痒 二来 还有曹操 轻率的大部队人马 作为保险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仓促迎战的炎梁方军士 无法用紧密的阵型 压缩骑兵的机动空间 关张二人 以马铁巨大的冲击力 就轻易 写进乱军之中 冲阵乱敌的任务 肯定是完成了 然而关羽 抬眼一看 炎梁的主帅 灰盖 在乱军之中 尤为显眼 上面仿佛 明黄黄写着四个大字 取我人头 我的 还有意外收获 可怜炎梁被孔荣夸 做永贯三军 却成为了后世 炎氏家训力 炎之推教育子孙的 反面典型 关渡之战的头彩 虽然是关羽拿下 但关羽就只能用一次 终究是曹操得不到的男人 反观这个张辽啊 这位小同志就很好嘛 与关羽同为先登 不也一样是直插敌人心脏吗 有吕布之勇 又没有朝亲暮处 令人讨厌 这绿色纯净版的吕布 曹操感觉用得越发顺手了 你是曹丞相的同好者吗 你也想体验曹操的快乐吗 三果子战略版 全新英雄集结剧本 新增名将高香满马 跟随名将张辽出战 蒙昧所有玩家部队被喜悦 上海提高月表 人数水度才能出席阵 你也能体验曹操的快乐吗 在袁绍破灭之后 张辽被派回到鲁国地界评判 同行的是曹操的真正核心 夏侯渊 对手是东海郡的昌熙 这个昌熙是东海郡的 一揽子地主土豪中的一员 和大家熟知的 脏霸 孙冠 银礼 经常私混在一起 是曹操后辈的一个玩极 动真哥搞他吧 消费比太低 不搞他吧 这人背叛跟闹着玩似的 刘备上次入主徐州的时候 就背叛过一次 搞不好以后还来 消费比问题 在这次的评判作战中 也困扰着夏侯渊和张辽 两人把昌熙围了树语 依旧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甚至号道张辽方粮草已尽 不得不考虑退兵的问题 在这其中 张辽展现了自己的格局 我们常说 游戏要有意识 作战时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张辽此人就是意识绝佳 在近来的数次作战中就注意到 老是有一道忧怨的眼神 投射到自己身上 抬头一看 正是昌熙本人在楼站上盯着自己看 伴随猛男的眼波流转 从城寨里射出的剑 也越来越稀疏 好像有点犹犹豫豫 不忍下手一般 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 张辽找到夏侯渊报告情况 夏侯将军 这昌熙每天盯着我看 还不舍得拿件射我 肯定是对我有非分之想 肯定是在犹豫投降 不如我去会一会他 面对张辽的私聊请求 昌熙果然爽快地下来相会 只一句先祥者受大赏 就让昌熙乃许祥 但事情到这里 张辽觉得还不算解决 他昌熙又不是第一次投降 对这种人 不触动他的内心 他还会乱来 于是张辽挑一良辰吉日 沐浴更衣 只身一人便进到三宫山 窜进昌熙家里 如果你不是张辽 三弟还是不建议 单独前往陌生人家里 在三宫山 张辽拜访了昌熙的妻子儿女 张昌双方进行了 友好深入的交流 这亲切友好的问候 才真的俘获了猛男的心 三国志记载 西欢喜 欢喜到居然愿意跟着张辽 去拜见曹操的地步 曹操听到张辽 这只身劝降的做法 有点傲娇 评价道 这不是大将所为 结果张辽 直接来了一波高情商发言 民工您恩威助于四海 我仗着您的虎威 谁敢害我 正在曹操飘飘然 小张这同志可以的 对于曹操来说 这次劝降的重点 不在于最后 吹嘘自己微信 助于四海的这局 而是张辽尝试 真正去解决 昌熙这个疑难杂症 为曹操的后辈 换来一段时间的平静 这就是格局 嘴上说是非大将所为 但心里 曹操可能反而开始认可了 这才是大将 建安十二年 张辽始料未及地撞上了 自己真正扬名立万的一仗 其实啊 曹操本人也有点始料未及 他以为自己是绝世大聪明 大家都以为 我心思在南方刘表身上的时候 我偏偏去打乌环 乌环以为我走滨海道 我偏偏中途改道 经小道隐蔽行军 奔袭柳城 这条小道荒凉已久 极其狭窄 只是稍稍能过而已 曹操还为了能够实现突袭的目的 下令粮草资重在后 轻其先行 然而命运在这里 产生了一个奇妙的交调 当曹军熬过连绵的秋雨 窜出荒废已久的小道时 却在白狼山与乌环主力部队 撞了个正着 这情况一下子尬住 双方数万双眼睛 同时瞳孔地震 我靠 你们也在啊 对比一下双方此时的实力 就更尴尬了 曹操为了急行军 清兵捡从 披甲者少 乌环则是人数众多 战斗力也猛 当年连卫面之子刘秀 都赞成幽州突骑兵 是天下精锐 在这一战中 对张辽来说啊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在曹军左右接距的时候 站了出来 现在双方都还是震惊的状态 要是还把时间浪费在 瞳孔地震上 那就真完蛋了 曹军现在大部分都没有穿甲 且士气低迷 要是两军正面接战 会被乌环骑兵 砍瓜切菜 白白拖死 只有趁乌环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突袭夺气 才能一举破旨 曹操见张辽 一起激昂 大为赞赏 于是把节毛交给张辽 这是张辽在此战中第二个关键点 得到了曹操结毛 意味着此时 曹操全军听候张辽拆起 从史料记载来看 甚至连曹操的精锐轻卫队 古爆旗也归入张辽的指挥之下 白狼山下 数万乌环军队仍在匆忙整军列阵 却听到阵阵雷声自山上传来 抬头一看 只见一道黑云 已经缓缓一道半山腰 雷声渐响 曹军骑兵 粪马扬鞭开始提速 人海逐渐随着速度 被拉长成一条黑龙 猛地扎紧乌环阵主 双方精锐骑兵 在白狼山下迎来了一场 爱的对对碰 本来乌环众甚盛 人也多 士气也忘 但在张辽所引的突袭部队 不要命地出击下 齐阵情开始溃散 乱局之中 开始有人叫喊 踏盾已扶诛 鱼者投降不咎 乌环部队终于开始 重遍地丢下武器 这一战死者批野 三郡乌环主力 在此战中消耗甚大 乌环首领踏盾 被曹淳所领的虎豹旗 俘获斩杀 胡汉投降者 二十余万人 这是记载中 唯一一次 在曹操本人在场的情况下 战场最高指挥权 另有所属 连朱曹夏侯 都未曾有过这等待遇 对于张辽来说 从曹操手上接过的 不仅是睫毛 更是对张辽的信任 这一战的战功 不仅记在功劳部上 更是寄进了曹操心里 如果张辽的故事到此为止 那么他在三国中 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纵观整个时代 能获得主公 毫无保留信任的人 屈指可数 在主公身边 摸过全军最高指挥权的张辽 已然登峰造极 合肥之战 是张辽军事生涯的巅峰 凭此一战被送入五庙 但在主公的信任而言 身处合肥的张辽 已然走向了下坡路 合肥城内尴尬的三角格局 三人基本齐平的军职地位 还有互相素不目的客观情况 无一不在明示着 东线集团军 根本没有清点的主将 包括张辽在内的三人 一直被分权制衡框架笼罩 张辽对此会是什么感受呢 大概就是 对于外姓降降而言 信任这东西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